你女儿在我昆仑四怪手上 想要换回女儿以金瓶梅交换 昆仑四怪抓了林洛石的女儿林小刀 要用林小刀交换武林至宝金梅瓶 不曾想却给了冷血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冷血轻松解决了昆仑四怪 救出了差点明节不保的林小刀 林小刀先前被王八掳走 现在又落到昆仑四怪的手上 已经被冷血救了整整两次 不由的深深爱上了冷血 冷血知道林小刀心力善良 和无恶不作的林洛石大不相同 因此和林小刀成为了好朋友 并护送林小刀返回将军府 哪知半路上遇见了诸葛清清 诸葛清清和昆仑四怪的想法一致 打算利用林小刀作为筹码 和林洛石交换金梅瓶 不行 挟持逼迫 那不是跟昆仑四怪一样下流 我不同意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没有办法 林姑娘 等金梅瓶到手 一定安全地送你回家 冷血出手阻止了诸葛清清 放言要金梅瓶她可以去抢 却不能使用这种卑鄙手段 哪知林小刀这时站了出来 提出愿意成为人质交换金梅瓶 很快消息传到将军府 让林洛石恼怒不已 将军 请让在下 谋一万局之策 先救回小姐 出去冷血的势大 刀的事情再放一边 心狠手辣的林洛石 竟然不顾林小刀的安危 执意要先行除掉冷血 幸好罗默默闯了进来 传达了宋红南的意思 要林洛石以林小刀为重 林洛石深爱着宋红南 对宋红南可谓是千一百顺 只好答应了先救林小刀 次日清晨 诸葛清清和冷血来到约定地点 等待林洛石前来交换 不曾想宋红南抢先一步到来 想要确认冷血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可惜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 林洛石就带人围了过来 娘 林南 你怎么来了 小刀是我的女的 我当然会担心了 狗道人 把夫人带过来 保护好她 林洛石让兔狗组合保护好宋红南 紧接着让林小谷拿出金梅瓶 和诸葛清清交换林小刀 诸葛清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要林洛石派人将金梅瓶送过去 宋红南文言自告奋勇 抢过金梅瓶送了过去 诸葛清清见金梅瓶到手 也信守承诺放了林小刀 兔狗组合见林小刀脱鞋 立刻出手对付起了冷血两人 一时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天朝门的左右护法健壮 也加入战团来了一个正义的群殴 林洛石更是不讲武德 用出火焰掌偷袭起了冷血 宋红南挺身而出保护冷血 让林洛石收回了大半掌力 诸葛清清也趁着混乱 带着冷血逃了出去 半个时辰后 诸葛清清拿着金梅瓶难以置信 一向以心狠手辣著称的林洛石 竟然真的会用金梅瓶交换林小刀 据说金梅瓶有起死回生的效用 于是诸葛清清将水倒入其中 又将瓶里的水倒在冷血的伤口上 然而令两人失望的是 伤口并没有半点痊愈的现象 显然他们辛苦交换而来的金梅瓶 根本就是林洛石纺织的艳品 不甘心的冷血再次潜入将军府 想要倒出真正的金梅瓶 不想却偷听到了林洛石和吴晴的对话 冷血文言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金梅瓶根本不在林洛石的手上 他回到客栈将军瓶大会的猫腻 悉数告诉给了诸葛清清 并且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在想 杨坚被赶出将军府 一定是跟金梅瓶有关系 我也觉得整件事情不简单 杨坚那个人身不可测 只要铁手才会相信人 画面一转 杨坚成功加入了中一堂 却在大街上遭到了袭击 杨坚成功加入了中一堂